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里肯定是我的家乡 嘉义线地形东高西低 以3952公尺的御山为最高点 在地形上属中央山系 包含部分的御山山脉与阿里山山脉 属于嘉义的高山区 往西的丘陵区属于嘉义的地山区 丘陵区西侧为嘉南海岸平原 最低之东石 布袋 山地 平原与滨海 共同组成了嘉义线山源海的地理结构 主要的三条河川 北港溪 胡子溪和巴掌溪 贯穿其中灌溉整个嘉义线的平原地区 平原地区土壤多冲击土 提供农作物良好的土壤环境 在气候上 嘉义线不论平地或山区 中夏至晚秋都是主要的降雨季节 提供丰沛的雨水 同时嘉义线是全岛日夜温差最大的地区 使嘉义线拥有热带、亚热带、温带与寒带的气候与空间 有利于生物的生长与活动 综合上述特点 嘉义线的地形、土壤与气候 有助于一级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农业大线的特色 嘉义先天优良的自然与产业条件 孕育了许多不同的族群 在此先后落脚、繁衍 荷兰人进入台湾以前 严思奇与郑之龙以王岗为据点 从事海上劫掠与土地开发 是汉人开台之史 从布袋王岗太盛宫中文化不认证的 唯一一尊明朝末年妈祖神像 可证明汉人始祖来台开墾之时兼点 同时代表嘉义县布袋一带 是早期鲜明来台开墾的发源地 北边的北港溪与南边的巴掌溪 画出了嘉义县的范围 嘉义县辖下有二市、二镇、十四厢 县制为太保市 嘉义县古名侏罗山 明镇时期隶属天兴县、天兴周管辖 清岭时期改隶属侏罗县 林爽文事变后改名嘉义 中法战争后 台湾建省并新制云林县 使嘉义县将域缩小 日治时期为了有效统治台湾 嘉义县历经行政层级的频繁变动 直至统治末期 台南州掌管嘉义地区 这嘉义县与东石郡 为日后嘉义山县与海县的由来 1945年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设台南县嘉义区东石区 1950年实施地方自治 嘉义市与台南县嘉义东石二区 合并成嘉义县 1982年 嘉义县与嘉义市实施县市分治 县制因此由嘉义市改为太保市 而成为今日的样貌 地井的样貌是由人与土地 彼此互动 刻画和影响而成 嘉义的产业也是人们的努力 所交织而成的地井 1895年开始 基于日本殖民统治的需求 进行了一连串的开发与建设 1930年5月 嘉南大尊的竣工 让云嘉南地区 倒作收获量大增 嘉义县成为了嘉义县农业 迅速发展的重大推手 在先天优良的环境条件 与良好的水利建设加持下 嘉义县扮演着 台湾农业生产的重要角色 1950年代开始 国民政府推动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 包含375减租 工地放岭 耕者有齐田 使自耕农比例上升 确立了台湾小农耕作制度 1960年代推动的出口导向政策 设立了许多加工出口区 开启了劳力密集产业的发展 也因此从农村地区吸引了大量劳动力 台湾的农业在后续几十年中 开始视为雨下滑 流失劳动人口的同时 也让嘉义县的土地 一直保持着农地的形式 即使如此 嘉义县农产一直扮演台湾粮仓的角色 拥有许多高品质的农产品 2008年开始 由于少子化及老人化的原因 嘉义县正式迈入人口下降的负成长 因此农产业的提升是嘉义县的首要任务 推动国本学堂 针对青壮农开设培训课程 加强智慧农业与农业产销培训 来面对未来劳力缺工的问题 同时发展循环经济再利用 从全国产量最多的母粒产业废弃物科省出发 透过回收再利用 创造渔民、政府与企业的三方共鸣 受益于嘉义县先天环境体质优良 与政策鼓励之下 所以近年来许多青年也开始返家工作 为嘉义带来了新气象 为了改善嘉义县的人口与产业体质 推动绿色低耗能、低污染、低用水的新兴科技产业 和既有农业县的产业做妥善结合 成为嘉义县的首要任务 因此嘉义县积极地推动产业转型 设立产业园区与相关建设 目前六大工业区 破坏了不同产业的发展机会 包含水上南境产业园区 中浦公馆产业园区 布袋水产加值园区 马愁厚产业园区 嘉义科学园区 明雄航太园区 未来的新兴科技产业 包含无人机产业发展 即研发、生产与测试与一体 让嘉义成为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的中心 除了工业区的兴建 重大的建设也紧如密鼓的加快筹备 包含茶改厂总厂 牵制帆路厢 梅山厢设立高山茶试验站 设立全国第一间 导入HA-CCP的朴子屠宰厂 投资故宫南院二馆 以及明雄社会住宅的推动 这些产业建设从农业到工业 让嘉义县的产业建区完善 逐渐从农业大县迈向农工大县 产业升级之余 嘉义县的观光旅游活动也非常盛行 嘉义县重要的观光景点 包含阿里山国家风景区 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 及云迦南滨海国家风景区 以及国家及重要湿地的敖谷湿地森林园区 形形色色的观光景点惊艳了来往的旅人 五彩缤纷的花季时节 丰富了在地的生活 在这样的土地活动与面貌的转化之下 土地上的历史与文化活动也持续地发生着 嘉义县的宗教以道教与民间信仰为大宗 与过往嘉义的庶民生活息息相关 百年香烟缭绕的庙与古稀 每逢庆典时节往往是地方最重要和欢庆之盛事 从马祖绕境到冲水露营客王 总是吸引来自全国各地朝圣人潮 除了道教与民间信仰之外 还包含阿里山乡邹族的神奇信仰 是现在前往阿里山乡邹族部落 才能接触到的瑰宝 艺术的熏陶是长远 潜移默化且重大的 嘉义县以农立县 同时也有着不平凡的艺术成就 这些重要的艺术家 如胶纸桃之父的叶王 是对台湾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力之人 2015年开幕落成的故宫南院 也为嘉义浓浓的艺文气息增添许多风采 嘉义北回归线23.5度线上的瑰宝 邀请您来体验物产丰饶 人文晦翠的家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